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健康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了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走进健身房 通过健身来提升自己的身体素质 2019青岛市健美健身锦标赛 正在市北区第一文化馆举行 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现在是下午的四点半 我在的位置呢 是青岛市市北区第一文化馆 那通过镜头 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到 我们现场的氛围非常的热烈 那正在这里进行的是 2019青岛市健美健身锦标赛 本次比赛呢 一共吸引了来自省内200位 近200位优秀的运动员 前来参加 那到目前呢 各组别的比赛都已经结束了 大家现在通过镜头看到舞台上的 是各组别冠军之间的一场比赛 可以说现场精彩十足 亮点多多 那在现场啊 我们是能够看到男性健美健身运动员 健硕的体魄 以及女性健美健身运动员 优雅的动作 那同时呢 还有来自院校组运动员 充满活力时尚的表演 还有瑜伽组运动员 带来的轻柔又轻巧的表演 台上专业的表演 也吸引了台下的观众的目光 给大家呈现了 充满力和美之间的一种诠释 那说到了健美健身 目前的普及性越来越高 那么专业赛事当中 专业健美健身如何进行评判呢 健美运动啊 在清早已经开展了 接近三十年的这个历史了 那么我们这个专业健美的 它的一个特点呢 是这个专业性非常强 这个运动员呢 在重床的这种训练当中呢 要大强度的训练 是非常非常艰苦的 要脱水脱脂 然后呢 要有一个非常非常 这个这个坚定的意志才行 那么它和这个大众健身 是有所区别的 因为建议呢 我们大众健身呢 要到规范的俱乐部里边去 通过这个专业台判 专业这个健身教练的指导呢 拿出科学的健身方案 这个这个科学健身 比赛的成功举办 弘扬了岛城健美健身文化 同时拉动了省内各城市之间 体育文化的交流 让更多人了解到了健美健身